他问阿伯老师 因为他现在穿的这大器梯呢 刚刚这开花 也流流了他有咬皮的带过担包 他的用头是 算是 第一罐的方式 他是用土耕 第一罐的方式 也照老师你说的这个 工法就是说 第一罐是没水呢 啊 虚子 把它倒下去 算是不要没有水 不会说 倒下去 叶片倒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问老师 这鬼开始行动了 水跟肥料的部分 要怎么操作较好 水是没有让它 更多一层层了嘛 肥料要怎么调整 它应该是戒指低管 会配方 每一天来放肥 现主时呢 在主差不多是 七到十个节位 母方呢 刚开始这开 工会呢 开三天做油 温色再会 因为七到十个节位 开始也能流骨子 开始流骨子的时候呢 啊 通常就是说 你骨子如果流掉了 哦 那么水量 我们就要逐渐增加增加 增加 对啊 增加之数了 那么一般来说 你若是在 因为你是这个 啊 土耕 做这个滴灌 所以你通常 啊 在这个时刻 慢慢的 可以去 调整 并说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 啊 可以去因为这个 以这个 回归来说 我们最好的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淡价比 大概就是 1比2 左右了 1比2 啊 1比2 就是在土耕里面 其实应该是要 正常还是在做 都会超过1比2 比如说同常 它会到1比3.5 3.6 就是说它加的 这个量会多很多 因为啊 这个回归也好 气归也好 这起 尤其 回归啦 气归也不太明显 啊 这个 这个东西 它需要这个夾 因为夾 比较容易流失掉 你要是在这个 啊 培庸头里面 其实夾也是会流失掉 所以呢 啊 他通常 他会到 1比1比3 1比4 3.3 3到4 这个中间 啊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 投资中 里面 下去了 这财会流失 但是 比较不像 培庸头在流失 很快 所以 比如说你用 如果不是用这种 因为啊 你用这个 做低罐的 这个肥料 是这个最 台肥 这些东西 你还是在机制里面 是不适合 但是你在投资中 里面 你就可以用台肥的这种水溶肥 比如说 他这个 吉隆一号 你可以就是用 用这个吉隆的这个 啊 比如说像这个5号啦 5号呢 它是1比 啊 这个 20 10 1比2比2 吗 这 其实这个人都太多了 啊 那么 所以通常呢 你可以用这个 一开始 一开始呢 你可以用这个6号 因为刚刚在开火的时候 夹让它高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用 它的淡索不用很高的 所以你先用一点 这个6号 这种的这个东西 6号 6号 6号大概是1比3.6 所以这个回归其实是可以用的 1比3.6 台肥6号的这个 啊 这种吉隆肥 啊 有的人会说43号 得行 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 那个就叫傻瓜施肥法 就是说你根本不要插 啊 要这么不够帅你啦 我没那么多时间 和你各个顶 那么这种的呢 你就是用 这个43号 吉隆43号 那能不能种得好 在土壤里面好像也还可以啦 也没有好也没有坏 但是你 既然要做这个滴罐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 做好事 譬如说 啊 现在刚在开火 你就会可以先一把打发 先给他 先给他这个6号 6号呢 啊 你每天在铁一天 超到平均 不要超过一公斤 因为你给你用看看 就是说 出去的这个 肥水 出去的这个肥水呢 依西子最好不要超过1. 1.26 日本的要求 在黄瓜里面不要超过1.26 不必 然后你大概就控制在1.5以内 那么 在投入里面就是不要2.6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 啊你如果是 我的建议是可以每天去滴 比如说你每天滴水 你请你把他 比如说我再去滴一次 9点多久 出来的时候 有太阳的时候我滴滴滴 滴多久 你一点点 我不知道你的灌溉策略是怎样的 就是说你1天内 我就要想像這樣蒸 因為這是這個漆龜 漆龜開始在漏 漏漏通常比回歸比較慢 大概8到10 一般通常會比較滴 因為不會去切到肚子比較圍積 所以你現在開始 你可以用這個六號這個東西 先去滴幾天 現在你看他開始一般通常是一禮拜 大概就是五天左右 他的骨子就開始有滴得比較長 差不多比獨骨更大 大概他都貼財 比獨骨更粗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他調回來 這個用五號 五號你把他就 就固定用五號去 五號你又在五天 你再來再看看 然後就回來有兩天就六號 所以五號 一禮拜 一禮拜裡面就是 這個現在有過了 有過了你就這個五號 就可以在五天 五天之後看看 有時候五天六天天氣比較好 大概六天也沒有 因為三龍比較高 蛋肥就要比較多 就是說在這個七天裡面 你有五天是要這個 有五天是五號 有兩天是六號 有人說用一盒也可以 幾種一號也可以 一半刀也可以 他這個蛋肥還是很高 一比二 而且他這種蛋肥裡面 很多是尿素 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是尿素 所以這個 流水在熱人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減少他的遺溪子 可以用 就是說你就變成要把他調回來 變成 這個 一次的 一個 兩次一號 五變 五變的 這個六號 那有的說 這樣就要這麼複雜 我不知道 因為你 你如果不這麼複雜 就 就 用傻瓜施肥法 這個我就不意見 但是 這個原則就是說 他剛開火的時候 剛開火的時候 我們 咬要比較高 大概五到七天 這個時候 要比較高 現在他開始 那開火 那在大的時候 就是 咬降機 是順了 把它丟到 要給它更高 丟不可以 讓它淡肥 就臺肥五號 那如果說 覺得複雜 想過頭 一半天 你就把它用 一號 所以 大概這樣來用 有的說 四號 跟 臺肥四號 跟 不好 這個東西 不好 有的說 他臨比較高 這個幼國旗 可以用 你如果是 肚子 你就用 複雜來用 就好了 你用一遍 農林菌 就不可以在那 在為著那個 臨 因為這個臨 臺灣的 這些 這個水溶肥 最大的問題 都是在臨 太高 這臨太過頭 那麼臨太過頭 管的 一個這個 情形之下 他就造成 我們 在這個土壤 裡面 這個 依西子的 這個 累積的 一個 效應的 太過頭 好 這個效應太高了 所以 你拿來做 這個 低貫不是不好 但是 它 燒 它 扛不住 你扛不住 它便宜 嘛 所以 沒什麼要緊 不然 你現在要進口的 這個 有時候 種一種 價錢又沒那麼好 這個也是讓人家很生氣 所以這大概是 一種的 這個情形 這個 這個低貫 你自己要去算 算是 你一天 是都多少 這個水 啊 我們 平均是怎麼來 把這個肥料 把它放下去 因為你水 如果低窒 一般來說 水如果低窒 就是代表他比較黑暗 你水不才會低窒 對吧 水如果低窒 你不可能黑暗 肥料 還要給他 比較多 但是 原則就是 控制在 一分地 控制在一公斤以內 每一天 啊 不用 不用那麼多 就是不要超過一公斤 還要再翻看 所以大概是這樣 但是 這個水量 你自己要去做一個 啊 這個調整 這是我們大概在這個 啊 這種 啊 這個 這個 財財管理裡面 這 需要去 啊 你是如果是室內栽培 我沒有了解說 你這種 室內栽培是怎麼是強調 就是低光照 如果說低光照 可能這個 用肥量還要再減半 如果說是有日照 這個有全 我現在說的是全日照 啊 就是大概一公斤 但是如果說有肥料還要在 黑暗天 這個 施肥量還要再降下來 這個原則是這樣 這個處理的這個風險 那麼 這其實你若是 自己抓一個節奏 你控制 你把那個稍微記錄一下 你會得到一個 很好玩 像說你若是有這個光渡計啦 還是什麼樣 啊 他有辦法自動 這個Data Log 去把它記起來 你把它記起來 後 你跟你下部的這個 他會比較起來 你的進步速度會很快 這 這個 進步的速度會很快 這樣 所以 這個有時候就是這個得力 這有時候 假設你若是可以像這樣 譬如說 我現在跟你說的就是 你有辦法把這個在水耕 然後種得好 然後如果你還能夠管 你若可以把水耕種得好 那麼 這種的一個這個領力 可以去管理這個肥料 那麼人工管的不是很好 但是你絕對有辦法把這個 肥水和整支修剪 這種 控制的好 可能鋼管料比較不會好 那麼這種大概會有 就是年薪50萬 年薪50萬人民幣的一個這個身價 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小看自己 大陸很缺這種人 假設你有這個能力 年薪50萬 假設你若可以管理 譬如說可以把人員安排好 可以當安排種植的這個季節 那麼大概可以乘一兩倍到三倍 這個價值 就是說 你一個人可以 可以管理差不多就是這個 這個三百貌 三百貌就乘二十貌 二十貌這個玻璃溫室一棟 幾乎分兩棟 就是說他們 通常現在流行的就是一棟溫室的 大概就是10公頃 一棟溫室10公頃 歐美這種溫室 你若有這種能力 假設你能夠去管理這個 大概都是 150萬 年薪 外加分紅 這個很吸引人 零工電台不然沒頭路 就是要去做這種工作 那麼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要給自己這個技術訓練 好事 當然你若是年輕一點 就有這個機會 但是不知道 所以 說這麼多其實要給好朋友知道 真的要把這個水肥管理好 還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 值得我們去努力 嗯 而且 缺乏 可是 我真的覺得 我們沒有 所得 這 我們 要 就是 親 壽